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舍法云 你已经讲完了 如是次败 如所隐 所有一切云皆处 相差细就自发相 应当舍云前处中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其他有关云方面的云 皆 处 这些全部可以包括在这个当中 因为世青论师在颂词当中 并没有全部所有的有关云 戒 处 凡是包含在里面的这些 全部没有意义的表达 但实际上也可以以此类推 根据《担政懦弱》的讲义的话 其他也以此类推 意思就是说其他的有关云戒处 也是可以在这里面以此类推 这样理解的话也可以 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所谓的发云已经包括在乌云当中的乌云里面 其他有关云方面的一些道理 全部包括在乌云当中 然后有关戒方面的一些道理 全部包括在十八戒当中 有关戒方面的一些道理 不管是文字还是道理 全部都可以包括在十二戒当中 因此佛经当中还没有直接的说 已经牵涉到这方面的内容 全部都可以包括在云戒处当中 因此我们经常也讲 比如说一切万法表示的时候 云戒处琐色的一切万法 云戒处实际上是能涵盖所有的法 万事万物的法全部都已经包括了 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 还是有路法无路法 全部都已经包括在里面 那么这个实情论师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如是此外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发云 包括在乌云当中的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 除了这个以外 如所应所有一切 根据他的对应方法的合理性 也根据他的合理性 所有的一切云戒处 你通过相差悉戒处以后 才观察他的法相 比如说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话 他的法相到底是不是有关云方面的法相 有关云方面的法相 你应该把它包括在乌云当中 有关戒方面 十八戒当中 所以先认认真正地观察他的自己的法相 然后应当色于其前所 应当色于前面所讲的云戒处 因为前面我们刚刚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所以这个颂词比较好懂吧 下面讲音里面就这样讲的 八弯法云可色于乌云中 就是这个八弯法云 已经可以色在乌云当中 同样对于其他的各种景种所说的云戒处的一切命程 各自发想 就是他的这个各自发想 如果细致加以分析 就是其他的一些有关经典 因为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浩瀚的这个经典当中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昨天不是所讲的 提波达多的话呢 就是他是这个卢云大象所配的这个经典 都是能背诵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还没有这个能背诵的也是有非常这个多的就是 因此像这样这个类推的话呢 佛陀的这种这个经典呢 就是浩瀚无垠就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经典当中呢 就是有关这个云戒处方面的所有的名称和法相呢 我们这个先这个认认真正的去观察和这个细致的去分析 读云当包括在此轮前面所说的云戒处当中 就是这个前书 《诗经论》是颂词里面所前书当中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前面就是所说的这个云戒处 这三个法当中 包括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这个云方面的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云当中 戒方面的话就是包括在这个戒当中 应该这样的包括的方式 比如说他这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这个有路的乌云和无路的乌云吧 就是有两种就是 他这个像无路的这个乌云的话呢 就是因为他带有这个云的名词 就是也有这个寄句的意思 因此呢就是戒云和地云云 慧云 还有这个戒脱云和戒脱之间云 所有的云的名称呢 可包括在这个色云和细云当中 就这叫做是我们平常这个所谓的这个无路无云 那么无路无云里面的这个戒云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别戒脱戒啊 就是这些这个 那么戒云呢就是大家都知道 小乘认为是它是这个无表射 就是无表射的话呢 它可以包括在这个色云当中 然后那个丁云就是丁云和慧云 就是丁云和慧云呢就是他们都认为 只是两种这个星所 就是星所的话呢就是应该包括在这个 后面的这个星云当中就是 然后那个解脱云就是 它这里解脱云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无学道的一个圣经 就是无学道的时候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圣经 然后那个解脱之间就是解脱之间云呢也是无学道当中 就是得到这个无学道的时候呢 它就获得了一个无神知吧 无神知的智慧呢就称之为这个解脱之间就是解脱之间云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解脱云和解脱之间云呢 也是包括在这个星所当中 这是这个由不一种就是他们也是这样承认的 所以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云的名称呢 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色云 刚才那个无路无云的话呢就是前面的这个解云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色云当中 然后后面的这四个云呢就是他们认为是它是一种这个星所 因此就是包括在这个甚至那个无学道的就是它的这个什么 我们无神智慧吧 这个也是包括在一种这个这个星所智慧当中 这个我们下面还有这个讲的就是 所以呢就是这些呢就是全部都包括在这个星云当中 就是星云当中 解云是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解云是生与气端就是它是那个小乘呢 除了这个身和就是心的这个弹性害性邪见以外的 我们这个十种不善意当中的话呢 十种这个不善意里面呢就是身体和什么 这个预言的这个七种叫做是这个七种缩端 那么其中这个所断呢已经断除的话呢 这也是认为是一种这个色法的这个无表色啊 就是无表色啊 所以他们认为呢就是只是那个结云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身云气端 承认为色法 其余的四云呢就是均是这个解脱心机 解脱心机 所以呢就是属于这个星所的凡处 因而呢包括在这个行云当中 就是这个包括的方式呢就是这样的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三云机呢 还有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四云无云等等就是 有很多有关这个云方面的法呢 就是全部都可以包括在这个无云当中就是 因此呢就是没有这个涵盖 或者是不能包括的过失呢 就是根本不会存在的 凡有出名称的法呢就是均可色域十二处当中就是 然后除此以外的就是有关这个出方面的这种名称和法译呢 就是全部可以包括在十二处当中 比如说那个十边处吧就是十边处 十边处的话呢就是十边处下面都是有那个解释的 我在这里呢不用这个解释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下面讲这个第八品的时候还是十边处呢 讲的比较广就是因此在这里也不用说 然后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十边处就是通过那个一种这个禅定吧 就是禅定这个修成以后呢就是整个地水火锋和白红黄啊 就是这样这个还有那个五色界的就是千两个的这种境界 已经在这个修行人的面前显现出来就是 那么就是人们呢就是称之为十种边处就是 那么十种边处的话 千八种呢就是实际上是无坛的这个自信 所以呢就是他这个色度的这个法处当中就是 我们这个处里面呢就是法处当中 若具冲数则是这个乌云的自信呢 因而呢就是在这个移除或者是这个法处当中就是 他比如说他这里冲数 冲数的话呢就是他不是真正主要的这个信就是 然后与他这个相同 在他的群体当中发生的这些信数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冲数吧 这个冲数呢下面都是经常这个讲 比如说他前面呢就是由这个地水火锋里面的一种这个心态就是修成了 整个全部呢就是变成了大地啊变成了这个虚空啊 但是与他这个相同的在他的这个这个信数范围当中 出现的其他的这些信数呢就称之为是这个他的从数就是 这些也是在这个包括在这个乌云的自信当中 就是乌云自信 因而呢就是他就可以这个移除或者是这个法处所舍的 然后这个空无边处与世无边处是四云的这个自信呢 所以呢就是他所欲在法处和移除当中 就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十种边处呢 他不包括在十二处当中的过失呢就是没有的 就是应该这个包括在十二处当中 然后八生处就是八生处也是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瑜伽是通过那个修行吧就是通过这个修行以后呢就是 整个这个他的这个修定令呢就是超越了这个 一般的我们这个分别念的一种这个修法当中的境界就是 所以他这个十八种就是八生处的话呢 也是这个无坛的这个自信与这个上面呢就是相同的 就是他全部在包括在这个法处当中 凡是戒这个那么这里呢就是他这个云和戒呢就是就随便的给我们讲了就是 凡是有关这方面的还有等等很多很多的有关这个戒和云啊除啊 这方面的这些法呢全部可以包括在这个这些法当中 凡是有戒名称的法均可色于十八戒中 能色得十八戒与所色的这个三十六戒就是三十六戒 如果你这个详细这个分的话呢就是可以有这个瑟瑟的这个三十六戒一次对应 就是一次对应 他这里这个下面呢就是从这个麦芳仁波切的科判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就是就讲那个就是分别呢就是宣说二戒 就是宣说这个两个戒就是十八戒当中出现这个讲两个戒 但是为什么讲两个戒呢就是因为他这里呢就是佛经当中 专门讲是那个就是具有六戒的这个师父啊就是具有六戒的这种师父 就是专门就是讲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十八戒的时候呢就是专门这个颂词当中 有这个这个戒里面呢就是随便选出两个戒就是然后就是下面就广说的 因为前面呢就是乌云里面也有一些比喻就是就是他那个五路的乌云就是可以包括的 然后那个十二戒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十种边处和还有那个八种这个圣处呢就是也可以包括在里面就是就是 只是那个也这样讲的 然后这个十八戒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这里这个随便就是讲了这个就是随便讲什么呢就是随便讲了那个空戒啊就是虚空的这个戒和还有那个世界就是 就是这两个呢就是在这里这个要广说就是因此呢就是讲了就是这个颂词就是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这个很多佛经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师父呢就是已经具足这个六种戒 就是这是宝曼论当中也已经讲了就是这个我们讲任务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师父呢就是不是这个第一岁活风 然后空和世呢全部都不是就是所谓的我呢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他那个戒呢就是这样来聚在的 那么这样聚在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在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地岁活风和空世 就虚空和世呢都称为是这个戒就是 那么这样的话是到底这个空戒和前面所讲到的这个虚空 五维法里面的这个虚空呢是不是一样的就这方面需要一个分析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里面所谓的这个师父呢已经具足这个六种戒里面的世界 这里面的这个世界和前面就是我们这个十八戒当中所讲到的这个世界呢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就是所以这方面有提出两个问题的 因此呢他这里就是在颂词当中就是随便就是也宣说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虚空和世两个就是之间的差别和一些分析吧 空戒称为虚空戒传说即是明于暗就是明于暗 所谓有如知识者就是所谓有如知识者即是世界身所以 他这里这个字面上解释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空戒就是我们这个虚空戒 就是这个呢就是是这个空戒就是现在这个不管是在五字里面的这个空戒也好 还是鼻子里面的空戒也好 然后那个吃的晚饭就是吃的太多的话呢就是肚子里面一点也没有这个空戒 没有这个虚空戒就是所以这个大瞌睡就是一般那个大瞌睡的时候 如果喝的水越来越多的话呢就是一般的那个就是不会大瞌睡的 就是这个是个很好的窍觉就是所以呢 那个肚子里面有那个空戒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会这个大瞌睡的就是 所以呢就是还是用水呢就是就是变满 没有这个空戒的话呢不会大瞌睡 他这里就是说这个空戒吧就是空戒呢就是称之为是虚空戒就是空戒 就是空戒称之为是这个虚空戒 那么这个虚空呢在这个有始终呢就是他这里实情人士呢站在这个进步的观点就是他说 传说呢就是这个有部众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戒呢就是这个光明和黑暗 就是光明和黑暗就是他们认为呢所谓的这个虚空戒呢就是光明和黑暗就是 这是那个虚空的这个认定就是在颂词里面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讲的就是世界吧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有露的实呢 实际上是就是所谓的世界啊就是什么叫做这个有露是呢 有露是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有露 他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众生这个转生的所谓啊就是 众生要转生的话呢就是当然我们依靠这个形式就是 没有这个形式的话呢就是众生都没办法这个转生和戒身就是 他呢要这个中阴身呢就是最后这个戒身就是戒身的话呢就是他 比如说一个中阴身呢就是他就是前往这个后世 前往后世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是他的这个就是生存的过程呢就是成为这个戒身吧就是 他这些戒身的话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实现的 因此呢他这里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呢就是这个中阴身呢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就是前往这个来世的这种这个形式 也就是说是轮回的这种影所以就是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啊 就世界就是这样的空界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光明和黑暗就是空界就是 这是那个这个由不一种的说法但是他这里由始终的说法当中呢 就是这个前面的这种说法呢就是实际伦师不太满意就是他就用了一个传说听说 我们这里有些很多人就是不太满意的时候是听说什么什么这个传说就是传说 实际伦师呢就是他会在传闻会在传说就是喜欢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原因呢我看我先没有这个讲颂词之前呢 就是我就随便就是讲一下那个有关这个虚空对这个歌颂派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这个说法吧 就是因为那个一般来说稍微懂一点辩论的时候呢 就是人人都认为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来就是做这个辩论就是 现在一般那个辩论场所当中呢就是辩论的时候呢 就是只能听到这个虚空或者是这个品质品质和虚空呢 就是一般这个喜欢辩论的人最最欺负他们俩 因此这个到底这个虚空呢就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随便就是简单这个说一下 他这里这个实际伦师的颂词当中呢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说是这个空隙呢就是称为这个虚空虚空虚 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已经讲了 专门有一个就是多种界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界的这个境 那么这个境呢就是也叫做是法经经就是法这个佛法的经字就是法经经 那么这个法经经当中呢已经宣说了就是三十这个六十二个界 就是他就宣说了很多很多的界就是比如说这个终身界啊 还有那个虚空界啊行事界啊然后这个二根界啊等等就是很多的这个界 就是中共就是讲了这个六十二种界 那么其中呢就是讲了这个讲这个虚空界就是讲虚空界的时候呢 所谓的这个虚空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这个空隙就是那个 实际伦师的姿势里面呢就是也就是用了一点点就是 但用的不是这个非常非常多就是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就佛经当中也是有很明显的就是 凡是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空隙 然后外面的这个物质与物质之间的这个空隙 全部可以包括在这个就空界当中啊 比如说这个人的这个鼻孔里面的这个空隙啊 然后肚子里面的这个空隙啊 还有呢就是在肠子里面就是这个空隙啊 然后这个身体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空隙 然后我们这个平时的物质里面的空隙啊 瓶子里面的空隙啊外面的这个空隙啊等等 这些空隙呢就是全部包括在这个空界当中就是这个可以这样说的 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讲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清楚的 外面的空隙和里面的空隙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这些空隙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有为法还是这个无为法呢 就是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各宗派的这个观点有点不同的就是 他们这个有时宗的观点的话呢 他们说这个我们前面刚刚这个借助的所谓的这个虚空呢 就是包括在无为法当中就是包括在无为法当中 但是他说在这里面的这个空界和这个虚空呢就是不相同的 虚空界和虚空呢就不相同的 他说虚空界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界呢就是 它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当中或者是外面的物质当中呢 就是经常有一些空隙就是 那么这个空隙呢就实际上是一种有为法 它是这个有路法 就是它呢就是包括在这个有法当中就是 它不包括在这个无为法当中 然后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三无为法当中的这个虚空呢 就是三无为法当中的虚空呢 实际上是它是这个无路法 也是这个无为法 它呢就是不是这个因缘这个所生的就是 所以有部宗呢就是认为这个虚空界和虚空呢就是 虚空界和虚空呢就是是这个分开讲的 这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观点就是 所以就是他们说那个空隙呢就是应该称为是这个虚空界 就是虚空界 那么这个虚空界呢就是他们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样呢 就是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界呢就是 就是由部宗师认为是或者是这个光明或者呢就是黑暗就是 为什么这样讲呢 比如说他们认为是我们这个仓户里面看的话呢 就是如果这个仓户呢就是是个那个四方性的话呢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界呢就是也是这个四方性的 然后如果这个仓户呢就是是圆形的话呢就是认为这个虚空界呢是这个圆形的就是 这个如果从白天看的话呢就是它是一种光明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这个白天那个仓户呢就是很明亮的 他认为呢就是虚空界是一个四方性的 然后呢就是是白色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光明的就是他这样认为的 如果我们这个晚上看的话呢就是这个仓户当中的话呢 虽然有这个但是就是是这个黑曲曲的就是看不见就是黑暗的 因此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界他认为是一种这个空隙 但是这样的这个空隙呢应该是是或者是这个光明就是或者呢就是是这个黑暗就是 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是一个实有的法 真实的法它是一种这个有为法就是它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 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伸张啊或者是呼吸啊等等就是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作用就是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这个说法也是真是有道理一样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无为法的话呢就是 就是它是不被这个因缘琐瑟的就是应该是这样承认的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就是不是讲这个虚空界的话呢 就是应该在这个人们呢就是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虚空就是起作用就是 这不是很好的吗就是有很多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虚空当中的虚空呢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就是 瓶子里面本来是有那个虚空的 然后我们这个倒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瓶子里面的这个虚空呢是这个有为法就是 这个时候呢就是它马上往往跑了或者是这个时候已经这个消失了就是 就是它就可以原来存在的这个虚空呢就是现在就不存在就是 它是这个可以这样这个成立的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但是这一点呢就实际上是这个有不一种意义上吧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这个随教这个随教这个进步的话呢 也基本上是承认这是它的这个观点 但是随教进步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说法跟有不一种也是有点不相同的就是 就是它的这个认为呢比如说这个瓶子里面这个撞碎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这个虚空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虚空呢就是实际上是它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存在就是 就是它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它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这个随理进步和威士忠义上吧就是随理进步和威士忠义上的话呢 它们都这个不承认是这个虚空呢就真正是一个实体存在 就是这个呢就是根本就是不承认的就是虚空呢就是真正的这种实体呢 就是根本这个不存在的 他们这个认为呢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三五位法当中的这个虚空和 这里面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实际上是这个一样的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一样的 就只不过是他们就是没有懂得这个道理而已 实际上呢就是前面这个所谓的五位法里面的这个虚空和 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所讲的这个虚空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本质上的差别 就是应该是这个称认为是一体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呢如果众认为这个瓶子里面原来是有虚空 现在没有这个虚空啊 那么这些是不是那个虚空呢就是原来是一个常有的法就是 最后都变成无常法就是 那无常法的话难道不是他的这个五位法的本性都已经改变了吗 有没有这样的过失的话呢 这个为师宗以上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随力进步以上的观点的话呢 他们都说是这个没有任何过失 为什么没有过失呢 因为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实际上是这个家里的就是 他的这个本质呢就是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就是 如果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我们承认的话呢 当然原来是瓶子里面有一个虚空的东西 然后来到碎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虚空的话呢就是 或者是死了或者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否则的话呢就是说不过去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承认过 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它是这个诚实的东西 如果诚实的东西像由不宗所承认一样的 虚空是真正是诚实的东西 所以堕在瓶子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耐碎的时候呢就是 就像我们游戏金刚倒游就是耐碎的时候就是炮一样的 就是它会跑到这个瓶口去的就是 但是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就是 只不过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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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声而已就是 因为它不成立的原因呢就是 人们都称为是这个它是无为法就是 所谓的这个无为法呢就是也是是不成立的 因此呢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合理的 那个满增论师满增论师他在这个句实论的大书当中 也是是这样讲的就是他说那个这个 这个由不的话呢就是已经认为这个 这个前面的虚空和虚空戒呢就是认为是这个 这个大体的就是分开这个存在的 但是这个这个进步医生呢就是认为是这个虚空和虚空戒呢就是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就是应该这个成认为是这个一体的 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合理的 那么这个进步中医生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虚空呢就是不承认呢就是 当然我们从名称上呢就是他承认是一种这个无为法 但是无为法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他就没有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差别 就是没有本质上的这个产生 比如说十女的儿子呢就是本来的实际上他没有这个产生过 没有产生过的话呢后来啊这个今天十女的儿子病了 然后就是十女的儿子死了就是有没有这种这个概念呢就是不会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呢 首先就是他的本体呢就是没有这个形成 既然没有形成的话呢你这个瓶子里面倒碎的时候呢 就是不会有什么就是他这个毁灭啊 或者是他就是到别的地方去啊这样是没有的就是 因此呢就是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那个隐民的这个 就是一般这个隐民呢也是站在进步的观点来就是专门分析过 就像萨迦班智达的《量力宝宗论》当中也是 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这个说这个因为这个虚空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自相 没有自相的话呢不可能限量成立的如果我们一个东西要成立的话呢或者是限量成立或者是毕量成立 但是他第一个虚空呢就是不可能限量成立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相之过就是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所谓的虚空存在呢就是不可能用毕量来成立 为什么毕量来不能成立呢因为这个如果有毕量成立的话呢你必须对这个因和这个利宗之间有一个关系就是或者是因果的关系或者是同体的关系 有一个关系就是才可以成立的 但是呢虚空呢就是他自己的本质不成立的缘故呢他没有这个任何这个这个没有任何这个联系就是 因此呢毕量也是无法这个成立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所谓的这个照眼和空隙的虚空呢并不是这个存在这个空性的依据啊就存在虚空的依据就是 所以撒迦班智达呢就是也是这样了就是然后那个撒迦班智达的那个就是有关这个讲义当中也是已经这个讲的就是非常这个明白就是 所以我们经常呢人们的就是会这样辩论的那么就现在我们这个前面呢就是虚空存不存在 如果这个虚空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我做的时候呢就是虚空它就是是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如果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呢那么就是我做的做不下就是如果这个能做得下的话呢 那么是不是虚空原来存在现在不存在 如果这个原来存在现在不存在的话难道不是他就我也变成有为法等等就是有很多人都可以从这个这方面来想 但是你真正认为是这个虚空是一种实体存在的话呢你这个法的这些太过呢就是也许是有的 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呢这个有不总是承认为是他是一种实体的 除了有种意外的话呢他根本不会承认是他的这个实体呢就是存在实体不存在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虚空的儿子就是在这里存在的话呢就是那我的作为就是是不是被虚空儿子抢了 然后呢我要不要给虚空儿子打架 就是大的时候是随随随身就是这些概念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是没有这个任何必要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存在的问题上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为法就是无为法之间的差别也是大家应该很清楚 尤其是大乘以上中观也是经常用这个虚空来比喻就是虚空来比喻的话呢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无论是这个我们就是讲这个大圆满或者是中观的这些说法呢就是还是非常这个就是切实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你这个这个这个观虚空也好就是让虚空的本质来比喻很多这个意思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定会是这个通道的 他这里呢就是已经这个说了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他们就是认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如果真正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这种说法是还是不太合理的就这一点呢就是有始终呢就是所以这个事情论师为什么是不太满意呢他说是这个听说是这些小乘宗就是听说是这个有始终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就是是一种这个光明就是是一种这个或者呢就是它是一种这个黑暗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这个原因呢 他们是这个认为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就是应该是或者是这个黑暗或者呢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光明就是这方面一方面如果你没有详细观察的话呢它们这个说法是还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这种这个说法也是不太合理的为什么不太合理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知道前面的这个光明和黑暗呢就是它包括在这个显色形色里面就是它就包括在这个显色当中就是它包括在显色当中的话是它是这个严根的对境就是实际上就是它具有这个光明的微层和 它具有这个黑暗的这个微层它这样这个具有黑暗和光明的微层的话呢它是这个眼睛这个所见的就是眼睛所见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就是它就不是这个发出就是已经成了有这种这个过失了就是所以它呢如果你详细观察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光明和黑暗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属于是它是这个显色里面的不应该呢就是属于是在它这里呢就是空解当中就是如果是这个空解的话呢也有很大的这个过失就是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过失因此呢就是实际伦是在它的这个知识里面吧就是知识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对有爱的这个就中类呢就是分的比较这个多的比如说这个有些呢就是在水里面也是是这个就是能看得见这个东西啊或者呢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光明的话呢就是虽然是它是一种这个色法但是这个色法呢就是对我们也是没有这个助爱的有助爱的无助爱的有对的无对的这些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也没有必要这个分得很 很细致吧就是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知道就是应该这样这个知道的话呢就可以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光明和黑暗呢就是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认识因此呢它这里面就是已经这个说了就是这个虚空解呢据说他们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是这个光明和黑暗的但是这个呢实在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本来这个虚空呢就是它是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的这种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流戒就是流戒是吧 就是流戒是否的话呢是不是这个流戒里面的这个一个戒呢就是不具足了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下面讲缘起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个下面这个缘起的时候呢在外缘起里面呢就是有地水火风空就是有五种这个缘就是外缘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种子呢就是要这个发芽就是发芽的话呢就是它一方面就是需要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聚生因就是它自己呢有一个金曲因金曲因呢种子它自己的前面的因叫做是金曲因然后呢就是它还要这个地水火风的 这种这种这个聚生缘那么聚生缘的话呢地水火风空就是还有这个空的这种这个聚生缘如果这个空呢就是一个无为法根本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为什么是把它这个设在这个因缘当中为什么把它这个设在因缘当中呢它这里呢就是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它这里面的这个空呢就是虽然是这个无为法的空但是在这里面的这个空呢实际上是对它就是不会这个起什么阻碍作用呢就称之为是空是它的这个一种缘 就比如说这个主子我们这里面就是这个种子这个发芽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它那个空就是这个虽空的话呢就是对它没有造什么这个违缘就是让它可以在这个在这个虽空当中呢就是生长但是虽空它自己的本体都是根本没有这个这个这个产生过实际上呢就是虽空对这个种子的作用和这个世女的儿子对它的这个作用和这些呢就是意思上真正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 只不过呢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呢就是它还是在对它也给了一种这个机会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空间的话呢就是那这个这个种子发芽的这种这个机会呢就是没有的我们这个绣坊子的这个机会呢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绣坊子这里有一个空间的话呢哦这里有一个虽空真正是存在的就是不然的话呢就是我这个是做的地方也没有啊就是这样想的话是这是一种这个幽不宗的这个一种这个想法吧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最好呢就是不要这个 这个以后呢就是承认为是这个虽空实有吧就是虽空实有成人的话呢就是那就有不宗的这个观点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有时宗一生的话呢就是虽然就是用大圆满和还有那个在这个 因明当中也有这个辩论就是那如果这个虽空一点都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法成论师法成论师呢就是将这个因明推理的时候经常用这个虽空来这个比喻为什么是这个比喻呢那么这个法成论师也是这是那个萨迦班智达已经所高就是 他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法成论师的话呢就是本来把这个无常就是无常这个非无常呢就是成为是一种常有的这个名称就是实际上是所谓的虽空呢并不是这个存在的就是这个我们如果这个明年论讲那个隐名吧就是讲隐名的话呢隐名里面这方面的道理呢是比较这个多的就是因此那个虽然这个虽空呢有时候是常常常常发的一些比喻 但是呢并不是虽空他自己的本体真正存在就是所以呢就是引用常法的比喻 实际上法成论师也是把这个无常法不存在就是无常法不存在的这种道理呢就反过来说是用这个虽空来比喻就是由常有来这个就是称呼的就是实际上的所谓的常有的法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是是根本就是找不到的就是不可能这个找到 因此呢他这里就是这些方面的这个道理呢还是是比较多的就是因此 因此我们就是以后呢就是应该就是从这个进步有始终以后的话呢以上的话呢就是都不能承认为是这个虽空是一种实有的东西就是这一点如果理解的话呢就是在以后这个闻思修行过程当中可能比较这个方便一点 这是那个刚才前面就是空随称为这个虽空结传说即是灵于暗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了 然后下面呢就讲这个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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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就是实际上是成为那个世界的这个所谓 就是世界的这个所谓 下面那个讲罗特罗伯的讲义吧就是讲义呢给大家随便说一下 他这里讲义里面就这样讲的 空结并非是者无畏虽空与这个庄严虽空就是这个无畏虽空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那个虽空 就是他们认为呢空结并不是无为法的虽空还有庄严的虽空 庄严虽空呢就是须面上的凡事呢就是陷到这个天空当中就是所谓的蓝色的这种天空呢 就是叫做庄严虽空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空隙呢 就是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无为法和庄严的虽空 而是此处所说的这个门口还有这个仓户等空隙所称为是空结 你看他们呢就是把这个虽空和空结呢就是分别开来就是这是幽不宗的这个一种这个说法 因为空隙在白天的时候呢呈现光明 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呈现这个什么这个晚上的时候就夜晚的时候呢就呈现黑暗 故而就是色戒这个琐瑟就是它呢就是包括在这个色戒当中就是光明和黑暗呢就是本来是这个色戒琐瑟 所以它真理的这个幽不宗他们认为真理的这种空隙的话呢 应该是它是这个无垠当里面就是它是一种有为法 然后前面的这个无为法的虽空呢它是这个在无为法当中就是说 所以这两个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样认为的 由于可损害自本体就是呃这个这个呢就是它可以这个损害它的本体嘛 本来虚空里面什么瓶子里面有这个虚空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你这个装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损害了就是我们这个上午11点钟的时候 没有吃饭就是本来是肚子里面有很大的空隙 就是它是指如有种幽碍法就是它认为是一种这个幽碍法就是原来存在的东西呢通过这个接触以后呢 就是然后把它这个干出去了就是所以它是一种这个幽碍的这个实法 此幽碍佛可以在这个其他法的这个附近存在就是这样的这个幽碍法的话呢 实际上是它在这个其他法的附近呢就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瓶子呢就是放在这个桌子上的时候原来这个桌子上呢就是有这个虚空 然后呢就是现在我把这个瓶子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呢就是它那个原来的这个幽碍法的虚空呢就是它站在这个旁边就是它旁边就是规规矩矩的坐着就是 所以这叫做是这个可爱的幽碍法就是所谓的这个传说就是它这里这个所谓的传说呢就是实至这个进步按照这个进步当中的 我想是我们以前听到有些这个金刚道友辩论的时候呢好像真是那个虚空什么那个他们的这个观点呢就是真是跟你有不总一模一样的 啊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虚空跑到哪里去了 这是也是可能以前就是也许是前世这个学习有不的一种习气成熟还是怎么样 但真正你闻思过一些有关营兵啊就是这个商议成的这些论典的时候呢 虚空根本不会承认为是有种这个事法就是 然后它所谓的这个传说呢就是实至按照进步的观点而言 进步认为就是他这里这个就是因为法陈论师他不是法陈论师 实情论师呢他站在这个进步的观点就是对他们就是不满的一种语气吧 进步中认为虚空是无有这个阻碍的法就是他就是没有什么这个阻碍的法 只不过是这个地方呢不存在东西的时候呢就我们称之为是这里有虚空就是 其实真正有的东西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无有阻碍的法 他在别的这个附近也可以这个存在就是他这样这个不存在的这个法呢就是别的附近也是可以这个存在就是 所谓的这个存在也是实际上是不存在和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就是 因此呢世女的儿子本来都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降生过 但是呢我们说死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存在的东西就称之为是这个 所以在面上的存在和面上的不存在呢都是一样的 因此佛经当中也是为什么说是那个人们就是说是这个见到虚空呢 实际上是这个虚空是不可能这个见到的就是说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因此是这个无碍从数就是他称为是一种这个无碍从数 若问所有的事均是三十六十戒吗 这个三十六十的话呢就是也许是那个 讲罗特罗伯他的这个一种解释方法 但是我查了那个很多的这个资料就是有关据事论的 很多的那个就是大书这个小书中书就是一些讲义都翻篇了就是 就没有这个查到就是那个就很多这个翻译就是就就就查了就是 也好像没有这个提到一个三十六就是三十六怎么算也是这个 就是那天翻译的时候也是就是想了半天就是也是这个一直想不出来 然后也问了一些现在正在讲的过去已经讲的就是未来讲的就不知道 就是一些法师面前也是提出了问题 但是他们也是在现实上的现现上呢就是这个也没有这个满意的答复 就是也许我认为是不是一种这个错别者 还是是一种这个他有特殊的一种秘诀解释方法 所以你们也是这个想一想就是凡是这个没有这个差大 就是他这里就是六六三十 他在藏文里面都是说是这个就是六个六个吧 就是六六就是他这样讲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应该是三十六十 就是三十六的话呢那么这里面就是世界就是他这里就所有的这个世界呢 就是是不是这个三十六就是什么这个三十六世界呢 就是他这里回答的说不是就是有路世界才是这个三十六十种的世界 但这个就一般是他这个六个这个什么就是世界 就是这样说的话呢就是就很多讲义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俱舍论大书》里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 麦彭仁波切的那个就是现在《俱舍论》的注释吧 就是这个注释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并非是这个无路是就是他那个无路是这个无路智慧的话呢 也可以包括在这个无路是当中 但是他这里面的这个是呢就是并不是是无路的这个是 为什么不是无路这个世界呢 因为他是从这个如太到死亡之间的这个土生善有的所有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相续当中所谓的这个心是吧 就是所谓的这个心是呢就是人们就是身为的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心 那么我的心呢就是到底是他是这个有路法还是无路法呢 就是应该称认为是这个有路法 为什么是他包括在这个界当中的话 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一个界当中呢就是转生到另一个界 然后又到另一个界就是这些界呢就是就全部是事呢就是在这个起作用 就起作用因此呢就是他是这个轮回善有的所谓就是所谓 这下面的话呢就是已经讲了另一个 就因为这个佛陀的佛经当中的话呢就是讲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界这以上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实情论诗的颂词已经这个讲完了 就是然后那个这以上呢就是把这个实情论诗的前面的这个两个问题吧 就是一个是这个为什么要单独就是讲那个空性界就是虚空界 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叙述完了 为什么呢就是在这里面单独讲一个世界 这个从此上面的这个解释呢就是已经讲完了 下面呢就是这个讲罗特罗文博专门把那个佛经就是佛经当中的话呢 有很多有关这个界方面的这种名词就是刚才不是佛经里面 专门有一个佛经呢就是叫这个众多界经吧 众多界经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界那个界 但是这些界的话呢在十八界当中是怎么样这个包括的 所以下面呢就是我们大概就是知道一下就也并不是非常重要吧 就是凡是这个佛经当中有这个很多很多的界呢 就是包括在十八界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吧 下面是这样 佛经当中所说的与害灰以及这个无与无害五灰六界 为这个色域在这个法界当中就是什么那个十八界里面呢 就是他就包括在这个法界当中就是法界所说 因为前三者呢就是这个贪欲 嗔恨还有呢就是损害众生自信的所断信索 就是他前三者呢就是他包括在这个信索当中就是 然后三者呢就是是无贪无乘 痴心自信的对着这个信索当中 一个是所断的这个信索 一个是对着的这个信索当中就是 因此呢就是他包括在这个包括在那个就是法界当中 就是法界的话呢就是他这里面也是有位这个数 信 像 就是也就是说他这里面这个信吧就是信呢就是包括在这个法界当中 所以呢就是他可以这个所断和能断的方式的话呢就是包括在这个就是法界当中 然后有佛经里面就是所说的这个乐和苦和还有这个悦意和不悦意 色和无明就是六界就是佛经里面就是讲了这六个界 那么这六个界呢就是前五界呢就是这个树印里面包括的 然后就是第六界的话呢就是为法界所施 然后有佛经里面就是所说的这个树界和相界和信界 识界就是四种界 那么前三者呢为法界所施 第四界呢就是为七信界所施 然后有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云和色和无色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三界轮回的结吧 那么欲界呢就是为十八界所施 色界呢就是为这个什么就是 除了这个为相比以外的这个十四界里面所施的 就是因为它那个色界呢就是下面还要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位和相比色 就这四个呢就是在色界当中是没有的 就是其他呢就是可以有的就是这个下面还在讲 然后无色界呢就是为这个最后三界这个所施 就是最后这个三界以外呢就是它是这个没有的就是其他十八界当中 这个我们可能是在过两天吧 就过两天的时候无色界有多少个界 十八界当中的话呢色界有多少个界 这个欲界有多少界 无色界有多少界就是 那么这个无色界呢就是只有这个三个界就是三个界里面就是所施 四界所施 无色界呢就是为最后的三界所施 灭界呢就是为法界所施 此处的灭界是指的是这个 这个决责灭也非决责灭 就是它这里 这样的话肯定法界所施嘛 因为无为法嘛 所说的这个过去就是 还有那个佛经里面就是所说的过去界和现在界和未来界 就是三界呢就是为这个所有的十八界当中也可以所说的 还有佛经当中所说的这个灭界和中界和妙三界就是 也就是指的是这个欲界当这个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就是三界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欲界的话呢就是这个恶劣的这个界 然后中界的话呢就是色界就是这个无色界的话呢就是妙界就是 最好的这个界天天都是不吃不喝就是就这个肉丁就可以了 就是不用这个什么这个提水啊 就是现在提水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就很多人的这个金刚道友的苦生就越来越这个薄弱了 就是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金刚道友都是 就是因为提不到水就是就离开了这个雪 我现在就是每一次看见这个龙泉水和上面的那个水库里面就是 有这个清净的水的时候呢就是对他们还是有一种这个很惋惜很那个觉得 哎当时如果他们没有离开的话呢就实际上是拿融的水 还是在夏天的时候很丰富的 所以这个这个无色界吧 无色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妙界就是不用去提水就是也不用这个 呃什么这个做饭啊卖菜啊就什么都不用 天天都是舒舒服服的已经这个 就是睡觉就是这就是这个无色界的这个快乐 说说的不能这样说不然 你们有些人心变得特别快就是 哎呀我要转生到无色界就是 然后明天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就很多人是开了发愿都不知道 说说的这个三界和有不三界和无界界就是有三种界 就是佛经里面就是说了这 这其中的这个三和不三界呢就是为这个色神发于这个七星界所说的 然后五五界界吧五界界呢就是为这个十八界所说 嗯嗯嗯所说的这个有界和无界还有这个非二就是有界无界以外的 这三界中的有界界与这个无界界呢就是为这个最后三界所说 然后非二界呢就是为十八界所说 所说的有路和无路二界就是也是佛经里面就是 那么这个有路呢为十八界所说 无路呢就是最后这个三界所说 所说的有为和无为二界中的有为呢就是界由十八界所说 然后那个无为呢无为界呢就是由这个法界所说 如果精通了这些内容再可看成为通达这个通达这个界的智者 但愿大家都变成界的智者了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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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